哈喽 各位朋友 感谢你 看满人物的订阅户数 即将突破十万了 请你赶快按下 右上角的订阅 而且开启小铃铛 让更多看满人物的人生 进入你的脑海 心中也丰富 趣味你的生活 然后对我一个做 女性主义的一个律师来讲 这里头好多的业女文化 正在发酵 我们对于一个婚姻当中 一个女人该有的样子 先妻良母的样子 我们有一些我们的刻板印象 所以当这个女人 是犯了社会媒体认为的错的时候 就好比像传统世代 被禁猪笼被公审 所以那时候我揭晓爱的案子 即便媒体这样子 我也很愿意 想要帮助这个女性 有一个太太 她大概五十几岁了 她就跟我说 那时我要离婚 她得癌症 然后她说她婆婆都是教她 每天就是插地板 然后要插个三遍以上 那因此我就肃请离婚 她说她老公一口就说好 她在她答应那一刻离婚的时候 我的当事者就大哭了 那时候我刚当律师 我就很难理解 我们是正在帮你吗 为什么你会这么悲伤 那时候我才明白 有时候开口离婚 并不是真的要离婚 求助 她是求助 我觉得没什么是一件 婚姻当中最大的杀手 所以当她在跟你吵架 大家不要被那个攻击语言给骗了 你只要停下来 这里头的重量是什么 我觉得只要去学这个 就是美角的话 我觉得婚姻是可以往下再走的 这次不要鬥褂蜜二是玩家里的店叫做个iatealet 那只要是 competitor 我孩子Ya 不得会一开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亚洲所有国家里面竟然是最高的排名第一 当选择跟婚姻告别的时候 最难的就是好散 这不只是心境的问题 还包括了钱财 责任 还有很多法律上面纠结的关系 都需要切开 重新分配 在最近20年您印象所及里面 知名艺人 特别是女艺人离婚的时候 几乎都指名找她 就是我们今天的看板人物 赖方玉律师 所以我们准备了好多资料 关于婚姻这个大难题 要带大家发问 秘书 请进 大律师 你好 幸不见到你 有好多好多的问题要请教你 谢谢你来 谢谢 请坐 好 大律师 听说这个律师袍不洗的 对 这个是我一刚当律师的时候 我的指导律师就讲 你知道律师袍不能洗吗 那时候跟我们讲说 律师袍就是像我们的法器一样 洗了就会 好像把你那个气 就给吹散了 所以他说 就是这个律师袍 你绝对不能洗 你只能化 你不能洗 然后我们律师之间互称道长 所以这是我们的道袍 您职业30年了 对 那所以这个仅仅是您的第二 第二袍而已 所以它应该 有没有20年 这一件 因为我第一 前面的坦白讲 那个战袍是更脏的 对不起 因为你知道年轻 我那时候台北高雄我跑 那时候高雄还有飞机可以飞 所以那个律师袍 简直是一个 是一个很糟 因为我就要塞到 我的公事包里面 所以它总是会脏到 很多东西了 有 我相信 比如说笔什么的 我有感觉到那个气场 真的 但是我也有感觉到 赖律师一不简单 因为你看他 30年他保持这么鲜手 所以花了多少时间 花了多少时间 在为他所有的客户奔走上 这个里面我们都有会聊到 其实他义务地 做很多在公益上 还有社会正义观念上面 这义务律师时间非常多 从2021到现在 好多知名的女性工作人物 特别是女性艺人 跟婚姻say bye bye了 那这一年几乎全部都是 赖律师的客户 进入到2022 即将进入婚姻诉讼的 福渊爱 她也有找到你 对 我觉得小爱是一个 跟我在处理公众人物 很不一样的人 什么呢 就是说 经常我在跟处理公众人物的时候 会第一个接洽的是 经纪人或是助理 但是小爱不是 她是直接从日本打电话来 所以那时候我就一直问我的助理说 是小爱打来 本人打来吗 我是讲福渊爱 她说是本人 我说好特别 那所以我们就因此 因为疫情的原因 所以我们就用 电话视频的方式先开会 那我觉得小爱 我必须讲媒体 整个我接了一个案子的时候 整个媒体告诉我的事 好像在这件事情上 小爱的案子应该是很棘手的 对 因为你知道 她是中日媒体 在整整一年里面 她也曾经坐在这里 是我们的来宾 但我现在讲的不是我的意见 我是说中日媒体 就是把她定成了恶女 对 然后对我一个做女性主义的 一个律师来讲 我会看见的就是 这里头好多的业女文化 正在发酵 业女文化的意思是 我们对于一个婚姻当中 一个女人该有的样子 先妻良母的样子 我们有一些 我们的刻板印象 我们有很多的期待 那么所以当这个女人 是犯了人家 大家社会媒体 认为的错的时候 她的谴责就好比像 传统世代被禁猪笼的 那个遭遇是很像的 就是被公审 所以我在处理这件事情的时候 我有很快的接纳 那个接纳是那个 业女文化正在发酵的时候 其实我是蛮抱不平的 应该这么讲 也就是说 如果今天是 转过来是一个男性 可能还不至于 可是她是一个女性的时候 她第一个被谴责 一定是母亲的角色 但是你不会去看到 这个女性的情境 她的困境是什么 谁不想要看到孩子 那肯定是有她的困境 可是很多人不会去了解 那个所有的困境 也不听你讲的时候 我们会直接去攻击一个女性 母亲的角色 所以那时候 我揭晓爱的案子的时候 觉得即便媒体这样子 我也很愿意 想要帮助这个女性 我比较好奇的是 所以对于胜诉这一件事情 我现在不是针对她来讲把握 就是说 你在情感上 还有社会正义上 你看到了有一个当事人 其实他是跟你求助的 而这个求助跟你所感觉到 这个社会不利于女性的这个氛围 她完完全全地坐实了 那胜诉这件事情 我会问就是因为我觉得 胜诉的几率好低 大家都这么认为 大家觉得我做了一个 很逆风的事情 所以那时候我在处理 这个案子的时候 我坦白讲 我都是做很挑战的事情 就是从我年轻到30年来 几乎都是做 大家认为不会赢的案子 那时候我在处理这个案子的棘手势 第一个她跨海 第二个她有一个困难点是 公众的舆论会不会影响司法 这个大概是我最焦虑的 应该这么讲 但是我在跟小爱在多聊的时候 我觉得再难我也一定要帮她 因为我相信婚姻当中的困境 两个都是 我觉得两个都是 不会说只有一方 那谁最是最大的困境 其实就是孩子 因为你如果父母没有处理好 孩子一定是最困难的人 他的困难是在于 没有一个孩子 是想要看到父母亲吵架 然后冲突 然后明明我爱着我的母亲的时候 大家都在骂我的母亲 我相信没有一个孩子愿意看见 如果他因此而感到羞辱的时候 觉得这是一个 难以其词说 我的母亲是谁的时候 你有没有想过孩子怎么过 所以只要你再多一点思考的时候 这个家庭就是你一定要帮助的家庭 即便他在哪里也得要去试 就是说司法不一定会站在你这边 但是司法我相信 尤其是家事法庭 我相信跟我的想法是一样的 都会想要帮助这个家 帮助这个孩子 如果是这样的话 在哪我们都得要去接养 是 这个赖律师 我想这会是进入2022 对你来说 你又要一次面对 整个社会大众的意见 在经手了这么多离婚的案件 我还是要再讲一遍 没有很多是公众人物的名人案件 赖律师跟我们讲一句话 他说其实归根结底 不爱了 就是那一个原因 其实就是不爱了 很多人都把它表面化说是 可能外遇 婆媳 或者是孩子的教养 或者是家暴 可是说实在最根本的 在我这30年来 处理的家事案件里头 他有好多的最根本的议题 就是不爱了 他所有的东西 都只是一个冰山上表现出来的 比如凡你说的外遇 或者是所有大家所认知的婆媳 这种很古老的考古题 好像都用这样来浮现 可是它下面就是一个 最深层的期待 渴望 情感的部分 就是处在一个锻炼 那个锻炼其实就是不爱了 什么叫做爱 就是我在乎你的感受 我在乎你现在的感觉 我在乎你现在的需求是什么 我愿意牺牲掉我现在的状态 去让你这个情绪跟你的感受 或者是需求得到部分的满足 达到一个平衡 那重点在于我为什么愿意妥协 跟愿意让步或者是牺牲好了 是因为我希望你幸福 我希望你快乐 这就是我爱你不是吗 但是如果连这件事情 都没有感觉的时候 就是一个关系的断裂 不爱了在这个情况下 他不是今天早上醒来 然后突然那个开关被打开了 他有很长的一段时间 从一个水滴变成一个冰山 他们回首是不是才整理出来 原来在什么时候 那个情况下自己开始忍受 然后对方开始忽视 会跟他说这没什么 我觉得没什么是一件 婚姻当中最大的杀手 经常我在发现一个 就是我在处理案件当中 他们到后面 大家可能事俗认定的 可以到离婚的阶段 我们总是会去回顾 我要不要做一个决定 就是我要离婚 那么这个婚姻有到底 可以让我继续守下去的一个勇气吗 经常在这里头 他们都没有看到自己 他们的需求 所谓的那个需求是 他们其实被冷冻的状态 已经不是这个时刻 他们在回缩大概五年 甚至有些到十年 也就是我可能结婚十五年 我有十年可能都处在痛苦当中 所以有时候我们会 转介到婚姻諮商 有一件事情我觉得 諮商是讲得很好 他说其实早就分到扬镳很久了 分到扬镳已经非常久 也就是我不在乎 对方的感受这件事情 大概都已经非常多年了 所以我看到这件事情 觉得有一件事可以大家想一想 就是有没有可能 大家在婚姻关系当中 不断去整理 它在你身上 你的生命当中的重量 所以当他在跟你吵架 在表达一些不满 甚至是言语攻击的时候 大家不要被那个攻击语言给骗了 也不要被那个冲突的气氛给骗了 你只要停下来 这里头的重量是什么 这个人原来是在一个创伤的状态 如果我现在比较有能力的话 我愿意在这里头再扶他一把 我觉得只要去学这个 这种美感好了 就是美角的话 我觉得婚姻是可以往下再走的 只有一个人就是 当我不断地求助于你 而你一直对我视而不见 这就是刚才讲的 你就开始锻炼 我长期累积下来的时候 我就会很痛苦 那么这个痛苦到最后 就是整个会爆发 婚姻再回头 你说你这样讲 都有啊 我有跟你讲 你说没有 你都跟我讲 这有没什么啊 妈妈这样讲有什么问题吗 没什么 在佛媳里面 比方我的很多朋友 他们分享最多的 就是会跟先生说 跟婆婆在相处时候的难处 他们得到的几乎一致的回答 通常都是 你不要理他就好了 你不要理他就好 我记得那时候有一次 这个婆媳这一件事是让我觉得 我最有感觉的 有一天有一个太太 她大概五十几岁了 她就跟我说 莱玉士我要离婚 她得癌症 然后她说她婆婆都是叫她 每天就是擦地板 而且是要用那个马布 在地上擦的 然后要擦个三遍以上 都还是这样 所以她就很痛苦地 跟她老公一直讲说 因为妈妈有点洁癖 她说可是我身体已经不好了 可不可以不要这样 然后我讲说 那个妈妈年纪也大了 你就多配合她 那你要不要回娘家休息 医生说我在这里 没有办法照顾你 他就说好吧 那当然他也气了 回家休息之后 老公他就跟老公 老公你要不要来接我 他说可是妈妈说 你就住在那里就好 然后这个媳妇就觉得 我一次两次问你 你都不理我 然后后来他当然讲说 你这样子我要离婚 所以他来找我的时候 我就跟他讲这种情形下 有没有个可能让你们夫妻 再做一次对话 可是他老公完全不对话 那因此我就肃请离婚 他说他老公一口就说好 那我当时我妈妈给你的 什么首饰什么就请你还给我 因为叫做什么叫龙吟 他在他答应那一刻离婚的时候 我的当事者就大哭了 然后我就觉得很奇怪 你不是要我帮你离婚吗 你搞得好像我帮你离婚 让你那么悲伤你知道 那时候我刚当律师 我就很难理解 我不是正在帮你吗 然后你的离婚也达到目的了 为什么你会这么悲伤 那那时候我才明白 有时候开口那个离婚 并不是真的要离婚 求助 他是求助 第二个我想要看到 我在你身上的重量有多少 那一刻他才真正的感受到 原来你真的不爱我 我的癌症也好 或者我现在的无助也好 其实你没有看在眼里 所以那刻离婚 是他很痛苦的一个测试 所以我才明白 离婚从来都不是简单的事 不是一个像法律上离婚调节了 或者是判决了 或者是协议简单的事情 这次让我想到 或许爱的反面 真的像德雷莎收音讲 他不是恨 反面是冷漠 那有很多不爱了的时候 是不是在走到 选择跟婚姻告别的时候 两方的落差是有一方觉得 终于处理掉了 因为这一块本来就已经 不在他生命里面 就是处理掉了这件事情 不在他生命里头 这是真相 是他婚姻中一直存在的真相 而他不愿意自己去面对 他只是用妥协 或者是让步跟委屈 来去走过这一段婚姻而已 站这边好不好 网红理科太太出席检疫庭 处理离婚官司 陪在他身边的就是律师赖芳玉 前后讨论很长很长的时间 我们等一下结束再说 其实我那个有点忐忑的 我忐忑说我们说好 尽量不要跟媒体发言 可是我觉得那天的发言 我觉得他只是趁这个机会 去告诉大家 跟他一样处境的母亲 你可以怎么做 我觉得他真的是做得非常好 有一些绘本 比如说好事成双 双倍的祝福 这些其实都蛮推荐大家的 我觉得公众人物很可怜的 就是说他其实也不想说 但是他又有他的社会责任 旁边这个律师也要抓 也就是要看他讲到什么状况 就是把他拎着走 当事人被记者包围时 赖芳玉的眼神没离开过 紧盯着不能说的太多 但说的太少又会被紧追不舍 这方寸之间的拿捏 赖芳玉很能抓住美杠 于是名人之间也会假贺到羞婆 他就是个子小小的 然后他讲话柔柔的 但是在他这个很温柔的语调当中 他又可以给你一些蛮肯定的方向 我记得我第一次开庭回到家 真的整整哭了四个小时 其实赖律师就亲自打了电话给我 当时我爸妈怎么安慰我 我都停不下来 有人说我是侠女律师 救援律师 你知道好多头衔 我好像这几年突然变名人律师 这个是其实还蛮意外的 大家又开始从开庭的过程当中 又看到有个这个 美魔女很多人形容你美魔女 没有那个美魔女是要用照片 俗话说清官难断家务事 偏偏赖芳玉专门处理的 就是别人的纠结家事 赖芳玉处理当事人的情绪 要花的功夫往往大过梳理案情 名人离婚个案中 柯以柔和何如云 都是赖芳玉的客户 却也是少见难舍难立的案件 我每一次要进法庭之前 我都很纠结 我前面会转转反侧 就是会失眠很久 然后从法庭回来以后 也会情绪沮丧很久 每一次方域都会牵着我的手进去 然后他就说 没关系你如果不知道怎么回答 或是什么你就不要说话 我认为他的温柔是最好的方式 温暖又坚定 几乎是所有当事人对赖芳玉的印象 面对离婚当事人惊慌失措或情绪崩溃 赖芳玉总会牵着他们的手出庭 若问看尽名人凡夫反目的赖芳玉 怎么能保持心性稳定 法庭之外才有答案 周间早上赖芳玉和同事的姿势 柔软躺平一起静心 静化 我们是个左大脑思维很复杂的人 所以当你要去跟别人讲 我现在心情好或不好 你要花很多时间去讲脉络 可是我发现讲水晶波 它就直接让你放松 水晶波透过声音与身体产生共振 达到平衡 你来看他的老板多么糟糕 就是让他们的空间这么小 老板怎样好 笑容迷人又亲切又会说话 叙事能力又超完美 要不要加薪吗 快发 老板 林总监已经快发了 老板你美到一个不行 我最佩服他是 不管发生什么事情 他都会说 我们就 悠悠地去做这一件事情 那我觉得这一个态度是很好的 因为我们终究会走到那边 赖芳玉处理的名人案件中 还有一桩 是他自己的正义感揽了过来 我们都讲我们的过去 我这一段给他听 那听的时候那理事实际下就跟我说 你要办离婚我帮你办 我那时候很害怕也没有主张 我就不敢办 敬马以后陈淑芳当年从澳洲逃回台湾 过了35年后才正式办理跨国离婚 背后真正的推手正式赖芳玉 而且义务帮忙不收费 你要是国际婚姻要办离婚很困难的 澳洲也要登报 登山田台湾也要登 我那时候没有钱 他说没有关系先办 那时候我见他70岁 然后他就讲到他自己的经历 我想说 你明明是一个如花的女人 为什么一定要因为一个婚姻的困境 把你绑住了呢 所以我就说这件事我可以帮你 常常有人说 要办什么例子我找到的事情 芳玉那时候就跟我说 如云你要不要想一想 你把你对你先生所有的感觉说出来 他说其实在婚姻的 就是快要结束的时候 很多人是带着怨气 除了律师身份 赖方玉更多时候担任心理资商角色 能同理当事人处境 这和他一直以来处理性别平等 儿少议题很有关系 带着这股责任感 赖方玉和合作多年的儿少全新会 也开设了Podcast节目 今天要讲青少年 临场发挥 然后呢 不要问陈生前年友就是 不是聊过了吗 最近前女友是一个可以 让大家先搞清楚 前女友之后的人际关系如何 财纲进录音室完全不和来宾对稿讨论 赖方玉直接坐下来开机录音 而这个斜杠身份他很喜欢 因为可以用赖方玉 而不是赖律师的身份畅所欲言 我只是想问你 为什么去参加前女友的婚礼 当然我也很好奇你前女友 为什么要发席帖给你 你要讲法律的话 讲有用的话 所以你很多废话是不能说的 所以你需要一个讲废话的空间 我需要找废话的空间 而那个废话就是一个生活态度 除了自己当主持人聊废话 赖方玉也是许多谈话节目的常客 过去她经常出现在电视上 大谈各种法律议题 甚至也主持过电视节目 近两年赖方玉改变曝光形态 我们今天现场有那个 GBS的朋友 他们是看板人物的制作团队 你拍了我好多天了 然后才拍两天 我早期会走到媒体 原因是什么 是因为那时候我要倡议加暴法 因为我一直被骂妖女 对 那我就去倡议加暴法的概念 那我发现她影响度是够的 我每次上完媒体心情都不好 我都要花两天的时间 去消化那个情绪 你这情绪跟很多当事者 出庭的感觉很像 对 你讲得真精准 即使再有经验的律师 也会有人性理情绪的起伏 赖方玉重视仪式感 以及要对自己好 才能在生活里定毛 不会被案件里 波涛汹涌给面顶 我每天处理人满心中 最痛的事情 2016年她拍了一支广告 然后那时候导演 点醒了我一件事 她说你回头望 16年来的赖方玉是什么 我瞬间发现这个人好可怜 我是瞬间的 我原来这16年来 都是别人的人生 所以从那时候 我开始写杠 在这样的利益结果中 怎么能期待受害人 主动吞漏新生 韩禅笑音的时候 我就做电影顾问 后来就拜托那个导演 在韩禅笑音让我演个法官 不只当电影顾问 客串演电影 他更发挥文采 写了四本小说 灵感大多来自精手的案件 就是觉得他们好会讲金句 他们可能也忘记 曾经说过这个时刻 我等于是一个记录者 这个男的就带着他的小三 来接孩子 这个女人整个大崩溃 一个女强人到后面骑摩托车 你就知道他真的多撩倒 开上高速公众会决于那一台 随口一顿就是小说等级的题材 但别忘了 这都是他看到的真实人生 2020年台湾的离婚率是亚洲第一 在赖泡玉眼中合情合理 因为台湾重视自由的氛围 其实他想说的是 既然婚姻因爱而结合 离开时也要懂得好散的幸福 幸福需要自己创造 这是名人金牌律师 专业与人生的新生 我要跟大家推荐 好散也是一种幸福 我们这里有赖律师的书 然后这一本 很好看 对 因为它是小说 然后里面的每一篇 你看下去后可能会 如果你有恋爱的 在情爱的关系里面 或者你有婚姻的关系 我觉得每一篇好像都有一些反射 我们在那个关系里面的一些自己 那我想请问 有的时候我们看知名女性 要离开婚姻的时候 会觉得是不是因为 最后在分产的这个部分 因为很多人会要求 你婚前辉煌灿烂的 一切要放下 不是有什么洗手做羹汤 什么脱去华服这一些cliché 反正意思就是 你后面要纯然的依附 才显示你对婚姻的一个忠诚 所以分产这一件事情 还是那个是最复杂的一环 我觉得是媒体焦点 我觉得媒体很喜欢用数字 在评价事情 无论电视的收视率 事实上质感很好 但是你可能不是一个很 总而言之我觉得 数字这件事情 变成社会大中 或者是资本主义 很喜欢用的评价 但是在我们加事案件里头 最不喜欢看这件事 因为有了共同的曾经的过往 有可能未来的孩子 要继续的关系 那么有了孩子的成长的安定性 这些无形资产都不是叫数字 是很多媒体故意想要去 透过一个数字来表现 你这个案子当中的 你成功了没有 或者是你没成功多少 那我举个小小的一个故事 我那时候记得有一位妇女 她是一个董事长夫人 她其实当时就是扶持 她的老公的事业 从可能普通的一家公司 一直到即将上规上市 所以就知道 这个董事长夫人 其实真的不叫夫人 她明明就是里头最主要的一个 可能主要的一个工作人 应该讲总经理吧之类的 可是头衔是让老板挂 就是她的老公来挂 她就是只是一个幕后推手 她那时候跟我讲说 賴日子我要离婚 但是我不要诉讼 我说 你们都每次给我好难的题目 都是要好散 好 那我就算一算 你这个要可以 算出来是15亿 那时候因为她那个总资产额 就是真的很高 她说賴日子 我一毛都不要 我说什么一毛都不要 十几亿 她说我要让我的老公知道 钱不是所有的唯一 因为她觉得她以前 白手起家的时候 他们那时候感情最深厚 可是等到她变成董事长的时候 她就已经忘记她自己了 她所有事情都拿钱来评价 所有的事情 然后包括孩子 也可能用这样的方式在做教养 所以她其实是要让她的孩子 也让她的先生知道 钱并不是唯一的 我说其实你知道吗 你告个两亿 做公益团体也可以 我这样讲 她说不行 我说好吧 我同意你了 她就说我有些存款 我真的没有需要这个钱 那我说这样好不好 我帮你 她说那你一个月 她说一个月三万块 我说四几亿换一个月三万块 你真的得要很长寿 我那时候真的在换算 我想说这样子不公平 你知道我就是鸡婆了 我就跟对方讲 你一个月三十万 对方说 他真的不要财产分配吗 我说对 只要三十万一个月就好 他说当然好 男生当然说当然好 你知道结论是什么 被我当时的骂翻了 你怎么可以要一个月三十万 我说 管你要多一点 让你更优渥 她说不行 你这样子 他们会误会我要做什么 我说好 就是真的三万块 那其他都不要 所以我只是举这个例子 就是说 你讲财产分配 多跟少这件事情 很多人在做生命评价的时候 不太是一个数字 有时候媒体的报道 让数字这件事情 变成了一个刻板印象的时候 会让很多人在处理分手的时候 会很多的走不过去 第一个举例来讲 你可能要你老公五千万好了 可是我老公 我就是存款 就是没有这个五千万 那你只有 我可能只能给你一千万 你期待我五千万 然后我只能给一千万 就说两个是不是要打官司 打到天荒地牢 这时候钱就是律师赚了 就是打官司而已 那所以媒体在关注的时候 我真的觉得我们常常使的那一些女星 特别是女星 被污名化 她们被变成就是狮子大开口 对 我觉得那就是污名化 就是说我觉得 我还是像跟念华一开始我在讲 艳女文化在这个社会都还是在 即便我们做这么多的性别运动 可是艳女文化在好多的事件当中 很容易被召唤出来 也就是说一个女性 如果是一个女强人 她只要是女强人 她所讲的任何话 她在事业上都很好 但是只要遇到婚姻有困境的时候 你会发现大家是对她丢石头的 那如果说你这个女性 是要跟对方要一笔钱 你就会讲狮子大开口 如果说你在婚姻当中穿的 穿金黛玉好了 我不晓得大家用穿金黛玉 在形容一个女性 也就是你可能花多一点钱在消费 但是你没有想过 她可能是为了配合你的身份 配合我先生的身份 角色 所以我必须要这样子 可能穿得比较好 那花那些钱也是这个原因 可是当婚姻要处理一个分手的时候 她就变成说你就是一个拜金女 所以我觉得好多的一个负面标签 都一直贴在一个女性身上 这件事情大家要很有意识地去看见这件事 看到这个结构跟这个脉络 所以不要随便地在一个人身上 这样子丢石头 男性在算这个钱的时候 他其实是很有节奏的这个钻戒 或者什么包 信用卡我帮你刷了多少 我帮你带电了多少 全部一笔一笔把你算回来 那个尾数都不能去的 男性最懂得在婚姻结束的时候 争取的是权利 因为你要跟我分手 那么我就跟你算清楚 谁是老大 是在你经手的这几年里面 你发现一个变化 就是在夫语期的这两套里面 好像男性对于财产的分配 在你的职业经验里面 其实男性在这一点 他会我应该用比较赞美跟肯定的语气 就是他在计较上面会非常的清楚 那比较负面的语气就是说 其实男的比女的在分手的时候 他会斤斤计较 可能我三十年这样切一半一半 我的前十五年的时候 的男性比较不会出现这个状态 可是在后面的时候 我发现这个现象越来越明显 也就是说算得很清楚 我那种斤斤计较的感受是什么 结完婚之后 他就开始觉得他的老婆 买了沙发嫌贵了 或者是买了婚纱的 可能太贵了什么的 他就觉得说你为什么不够节省 一结婚之后就要扮演一个贤妻良母的时候 那当然可能这个女性就会觉得很大的 婚姻怎么那么大的落差 男性在算这个钱的时候 算得真的很精准 女性都是大概大概就好了 我可以过日子就好了 可是男性在算这件事情的时候 他其实是很有节奏的 可能包括你照片上的这个 这个钻戒啦 或者什么包啦 我当时送给你的东西 我全部都要要回来 然后信用卡我帮你刷了多少 我帮你带电了多少 全部一笔一笔把你算回来 那个尾数都不能去的 譬如说你是一万七千五百多块 那些七千五百多块 一定要都算到五百多块 那个都要算出来的 其实我还曾经算过一个 连那个零头的三十块二十几块 都要跟人家要回来的 我这时候才觉得 这个案子其实应该是好多个数字的东西 你怎么会连尾数都要算得这么清楚 所以我就觉得说 男性最懂得在婚姻结束的时候 争取的是权利 那个权是怎么样 因为你要跟我分手 那么我就跟你算清楚谁是老大 我觉得那个心态是在的 所以女性在处理分手的时候 比较接近想要取得一个好善 她会觉得说我们希望各过各的 好 你幸福我幸福 就是一个不幸福的事情 变成两个人幸福那多好 我觉得女性在想离婚的时候 会想很久 但是当她做了决定的时候 她就会很清楚 这就是我要的 可是男性经常在这里头 不一定想到的是 她的分手很多是来自于 不是想很久 想到的是很多是情绪 我觉得呢 你对不起我 我就是要让你难看 我就是要让你痛苦 当然我也必须讲 那是也很多的男性是可以 不是如此 所以我刚刚就想到 其实这是一个权力的关系 那个力是力量的力 就如果这种权力的高与低 以及谁比较能控制谁 长久存在在亲爱关系里面 不管是婚姻或者是非婚姻的话 它会一直不断地 一直不断地强化或者是烈化 这个关系会一直烈化 比如说这两年我们看到了两个词 一个妈宝这几年 还有一个是冷暴力 形式不一样 但是我感觉它其实都是一种控制的方式 我觉得所有的暴力都跟控制会是正好的 权力控制关系是在我们处理婚姻当中最常见的 就是全控 女性因为整个社会暗示 她们在关系里 她觉得离婚率这么高 就如同刚才讲 就五万多对 所以这有很多觉得婚姻再也不是一个保障 再也不是一个安全的地方 所以她们会很高度的焦虑跟不安 那她就会用了很多方式在控制 这个控制包括你的手机的账号 我一定要看 包括你现在去哪里 我一定要知道 包括你现在跟谁讲话 我也要知道 她会发现很多用这种方式在控制 处理自己的不安 那么我看到男性比较多的不是不安 比较多的是权力这件事情 就是我是护长 那么所以这件事情你一定要听我的 你要去干什么也是要听我的 也就是说你要去哪里的 她也是展现的是控制 但是她的背后比较多的是权力意识 而不是不安的议题 所以我觉得我可以理解 为什么叫做冷暴力 它就出现到什么 关系的断裂 我放弃的这一段关系 那么冷暴力其实还有一个解读是什么 叫做精神虐待 其实精神虐待是什么 的核心其实就叫权控 也就是她用孤立 当作你不存在 我举一个小小的故事好了 我记得那时候 有个女性 她就跟我讲 她其实她是女强人 然后她老公就叫她说 我希望你的手这么美 不要再碰碎了 所以你的工作就不要做了 因此这个事业就老公整个拿去做了 她是做一个跟美容有关的事业 那她就是我希望你在家里当一个少奶奶 可是后来她的老公就跟公司的会计 有外遇了 然后这个女性呢 她当然不想理 为什么我要公收人 把这个位子跟孩子都交给你 那时候我印象很深刻 她后来就变成重度忧郁 因为开始我在屁股所工作 所以我就接触到她 我就跟她讲说 你有沒有觉得这个关系 对他们讲 我会认为说 痛苦的是你 继续婚姻 痛苦的是你不是她 然后这位女性呢 她还是一直走不过 走不过的时候 她有一次说孩子 探视孩子 我记得在一个数十店探视 然后这个男的就带着那个女的 那时候他们已经谈到 离婚都谈好了 来接这个小孩 这个女生 我这位女强人就骑着摩托车 就飙上高速公路 我觉得分手很困难的就是说 你如何在一个关系的整理当中 回到自己生命议题 你自己要的是什么 而不要去跟别人奢求爱 当跟别人奢求爱的时候 有没有一个可能 就是把权力交给对方 把权力交给对方 不是就是她控制你的开始吗 在离婚的过程当中 你觉得我们今天讲好散这件事 双方能够体验到 两个人必须共同处理的困境 有没有可能 那如果能够共同体验到的话 它会使离婚过程里面 各种精神跟金钱耗损的成本 可以减低多少 对 念华这时候我们就处在一个 理性脑的状态 可是那时候他们都是性能 和爆炸的状态 都是一个非理性的状态 也就是说 我觉得很棒的一个 我觉得坦白讲就是 您提到一个很关键的 大家有没有个理性的 共同的觉得 这件事情我们是共同要去决定 一件事情跟共同去解决 这样的一个困境 如果这个共同可以放在一起 而不是你跟我的对立 这时候才有可能好散 所以反而这句话是一个好散最关键的 我举例 我分手 如果是你说了我同意 这件事我配合你 如果这样的想法 我就是被害者 可是如果你们的想法是 我跟你都共同决定 我们要离婚 你不会觉得这是一个对等关系 这里头就没有被害者 我记得我有个很好的朋友 他要分手 他非常非常厉害 他的分手是 那就是你跟我写一个协议书 然后我就照着他条件写 我说那你老公呢 我说我会约他来 约他来说 你再把这个协议书内容 讲一遍给他听 他说我基本上 把他新的房子找好了 那我离开了这个他的公司 对不对 他的接手的我也帮他找好了 我都帮他去 他说因为我们婚姻中的模式 他就永远都是帮他解决的人 然后呢 所以他的离婚大概是我最快速 开两次会就整个结案了 因为他们现在还是好朋友 所以我就问我这个好朋友 我说如果今天 我要跟社会大众说 好善这件事情 该怎么做的时候 你会怎么建议 他说赖律师啊 我觉得 要离得够快 要再是朋友的时候 离婚才有可能 如果两个已经是怨偶了 在谈论离婚一定是怨偶的 一定是带着怨在处理事情 他说这样子你只会觉得 你是个被害者 但我也不愿意变婚姻中的被害者 我们何必让双方都觉得自己委屈呢 所以他就跟他讲 我觉得我们不可能再继续这段婚姻了 我们在我们现在关系还好的时候 我不希望以后跟你是互相抱怨的 我们这时候就来共同决定 怎么分手 你知道他们真的是做到这件事 我们在退家爆发的时候 但是我印象很深刻 我看到他的时候 他的这个裤子是破的 牛仔裤 我问他怎么破的 他说他老公是拿着狼头尖的部分 这样子打的 然后我说那你为什么不跑 他说他不回去会更惨 其实我们今天聊到这里 大家在刚刚我们看到 子役跟易贤的报导里面 还好我们有呈现出来 就是赖律师这三十年的职业生涯 我们现在大部分是用名人的指定 离婚律师来认识赖防御律师 但是在很多社会公益的案件里面 特别我们像家暴案件 若是妇女的庇护 你花了三十年里面 很多时间 我觉得三分之一应该不为过 是真的 因为尤其我刚开始的时候 几乎都是做义务案件 就刚开始 拍广告那时候做职业十六年 就刚好一个断点在中间 那时候我大概就是 庇护所 妇女团体 然后好多的社会倡议 我只要在一个个案看到一个悲剧 我大概就是跑去修法案了 跑去觉得这个一定是法案出了问题 所以你不只是援助个人 就是你会延伸出来做社会倡议 对 那非常花时间 这个就是我为什么会 很想退休 一直还没退休的原因 就是我发现个案 人的本身才是真正法律跟政策 要回到最根本的 我们很多法律跟政策的制定 都是我们可能精英在想象的 可是实际上这个是一个背离 一个人最基础的东西的 所以我觉得你如果要想要 让这件事情说让这个社会更好 绝对不是精英在决定这件事 而是要回到人的本质 应该说他基本的需求是什么 所以那时候我为什么一直做公益案件的原因 只在于家暴法的倡议的时候 刚开始的时候 其实台湾社会很不能接受的 他觉得说你申请的保护令 就是要这个队离婚 你要人家离婚 你不就是一个妖女吗 你就是个坏女人吗 你就是一个很糟糕的事情 对 是我那时候经常被骂 所以那时候我在刚开始的时候 尤其我做第一个家暴案件 那时候我会觉得 为什么你要一个国家政策介入你 那时候尤其我们在推家暴法的时候 那时候我印象很深刻 那个女性看起来很 坦白讲很壮 绝对比我高跟壮的 可是她来我 我看到她的时候 她的那个 她的这个裤子是破的 牛仔裤 我问她怎么破的 她说她老公是拿着 榔头尖的部分这样子打的 所以她这边是裂掉的 然后我说 那你为什么不跑 你为什么还要回家让她打 然后我就听到那个经过 她说 她不回去会更惨的 我记得到警察局 然后她在那边堵 那个男的在那边堵 我跟她两个都像被害者 在那边跑一样 就是从警察局离开的时候 那个男的有没有在那里 我们要赶快 赶快就是保护安全 那你知道其实那一阵子 刚开始家暴法的时候 连警察局都被破硫酸的 所以我觉得那个本来就是处在 很多的一个现象 而没有被法律处理 所以我觉得跟他们一起 站在一起的时候 我突然感受到 那个公权力对我来讲 有多重要 所以那时候我带着每个个案 去理解他们困境的时候 我才知道法律到底该怎么改 庇护所该怎么做 然后政策包括我们讲113 那时候我刚做的时候才开始有 我们就推了有113 包括性侵害有一个隔离室 因为我们知道被害者要看到 加害者跟他法庭上是很可怕的 所以要回到那个人的困境 对 回到人的困境 法律真正的意义才是这样 所以那时候我刚开始 前15年做了好多 真的都是义无关系 所以我听到厨房姐说 当时我没有收她费用 我说我一定是又落在那个脑袋里面 厨房 对 我们的影后 厨房阿姨 其实我跟赖玉师聊到现在 我觉得同样是作为有 婚姻经验的女性 然后同样我们身边也有很多很多人 其实你会发现她分享人生里面 她最多的结 最多的卡 在某一个年龄阶段之后 其实都是出在亲密关系这件事上 那尤其是婚姻 不管是同性或是异性 这个亲密关系是你自己创造的 所以就会在这个关系里面 会更多地对自己的不能够接受 对 所以不爱了 爱下去 这个爱一定有深水区 比较文学性的说法 这个深水区究竟是渔获最多的加美之地 或者它是一个百慕达三角洲 走下去就灭顶 所以很多人说不要婚姻 我自己的看法 我觉得生命的本质其实就是爱 我们每一个人永远在追求一个 无条件的爱 从我们可能生下来的时候 期待母亲就是一个无条件的爱 然后到了我刚才念华讲的 我们自己创造一个亲密关系 我们追求的还是一个无条件的爱 可是无条件的爱到底存不存在 这件事情恐怕对我来讲 现在是一个我们过度的想象 也就是在我们找不到的时候 我们做出了很多虚假的 或者是一个过度努力的状态 而导致了这个东西离我们越来越远 所以我觉得爱应该对我来讲 是前者的答案 我觉得你如果真的回到爱的本质 真正的爱 爱的能力是什么 这件事情 它会对你来讲是生命最璀璨的时候 今天非常非常谢谢 谢谢方玉 我个人坐在这边 就是有好多好多感动的时刻 可是那可能是别人生命里面的泪水 跟走过来的努力 然后才让我们听到了有感动 所以我也非常感谢在这么多年 曾经跟赖方玉律师交织过的 这些女性和男性 今天带给我们这么珍贵的一小时 今天非常谢谢赖方玉律师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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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你 谢谢 终于录完了看板人物 我其实经常看这个节目 质感非常好 然后答应了这个来看 当看板人物的时候 我也是非常忐忑 可是最后看到了念华 看到了制作单位的用心 我觉得我今天要来是对的 因为我觉得应该可以 给社会大众一些想法 对于亲密关系当中 有很多很困难的 也很多祝福的事情 我觉得透过这个节目 可以让更多的朋友知道 所以今天来是很好的 感谢观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